台南科学园区新建工地 来了救护车 原来南科再生水厂工地 一名41岁女性工人 不明原因坠落 我们到的时候就发现 有女工躺在水池里面 距离大概6米 坠落 只是从上面坠落下 因为下面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名女性工人是负责板膜材料整理 包商每天都会清点人数 当天上午10点女子还在 下午1点发现不见踪影 承包商巡查后 发现她坠落6米深的水槽内 女性因为头部折地当场死亡 为何作业时会从高处坠落 工地是否有安全措施不足问题 将由警方释清中 大爱新闻台南 综合报道